好,大家好,我是小宋,然後我先簡單做我的介紹一下,大家一介我是哪裡人嗎? 台南,台南,對,我家開什麼? 來台南,歡迎私訊我,問我家住址,就是跟著人來的話,我爸媽就會招待你們小菜,就不要客氣,像寒假就有意義去大學,然後我們家吃過麵,就是從小到大都這樣,就對了,我很好,好,然後我今天要選的主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分享的主題,就是選錯系不代表選錯你的人生,謝謝! 謝謝! 好,然後,可以了嗎? 好,好,那我先繼續好了,然後就是,我會講這個主題,是因為就是,其實我原本就是對上葉這塊還蠻有興趣的,就是因為跟剛剛,也是學測指考,就沒有考好,然後分數分發就掉到了,這個就是掉到了我現在主題,對 然後,然後,然後我現在是念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那大家就是聽到這個學校,第一個問的就是,喔,是要當老師喔? 就是,喔,我沒有,對,對,然後,然後接下來呢,我念的是,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又要當社工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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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黑老人喔?還是你又要幹嘛?就是,對,大家都會這樣問,然後其實,其實我那時候會來這個戲啊,就是剛剛說的是,就是沒有考好,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好吧,那就多學多遠一點的東西,也許可以跟上葉結合 所以,然後後來發現沒有什麼,就是,因為我們戲在轉型,所以其實也沒學到什麼東西,就是,還蠻,對,然後我是同學人,剛剛講的,然後我的歌其實比較主於外向本方,因為家裡做生意的環境,就是要跟客人高官啊,就是,培笑,培笑 然後,然後,之後我就會跑過來,就比較喜歡與人互動啊,就是,爸媽都會說,欸,來來來,這一集什麼什麼,那個教授,然後就會叫我去跟他們聊一天,對,然後,我是一個還蠻喜歡旅行的人,像我四五月就會到綠島去,算是打工還速,因為我認識一家老闆,然後就跟大家討論了一下,就可以去,對,然後,我喜歡跳舞,也是熱舞色的,對,就是,對,好,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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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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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就是想像的落差很大 所以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想說 為什麼我會來這裡 然後就開始去想說 這個環境好爛喔 我的同學好像都沒什麼目標 然後學長表象也弱弱的 然後我就一直開始 我不要告訴 誒!有認識的不能講 有認識的 好 也有強的啦 但是我是指大方向活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 就是心裡就有產生了很多抱怨 和負面的情緒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我大概一上過的還蠻不開心的 然後 可是後來我發現 就這樣一直抱怨其實不是辦法 然後就直到後來就是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我說 其實他就跟我說 就是不能一直去抱怨說 你環境不好 或是你身邊的人不好 而就說 你應該要做的是 你要怎麼去從這個環境 或是去創造一個新的環境 去找出你可以學習的東西 或是人 然後我覺得就是那時候 就話我被這些話影響 然後我就開始去改變心態 就是改變自己 因為其實大家應該不會太喜歡 跟抱怨的人相近吧 就是一天到晚一直跟你抱怨都抱怨心 就是跟一個負面能量的人相處 跟跟一個正面能量的相處 應該大家會比較喜歡的 就是正面的部分 對然後後來我就開始去改變 那我想這樣講 因為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說 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就是你也不要覺得這樣很不好 因為我覺得人都是會改變 或是學著去改變自己一些的形態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一下 就是一些我的歷程 那我就先從右上角的挑戰開始 就是那種那時候大學 也不可以說看小其他的小學 先不看注視藍色區塊 應該沒有色盲吧 然後就是挑戰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大學就接了一個引隊 是要回母校國中去辦校樂營 然後那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是因為大家已經聽過遠距離愛情嘛 然後我們是一個遠距離的領隊 因為是國中的校樂 所以大家全部都分散在各地 然後你就想像大學拜訓書一定比較容易嘛 因為大家都在一起 可是你就想像一整年 然後大家散在各地 然後你要跟散在各地的人就是聯絡 就我覺得那時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又當時我大一上 又一直一個很負面的情緒 所以後來就是 其實我覺得在這裡對我學到來說 就是我要怎麼從這種挑戰 去學一些像是溝通方面的東西啊 或是去學什麼跟人家互動 然後還要怎麼開線上會議開那種校具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OK這個 就是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一定會有它的意義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大樂的時候 我有去申請YMCA 它有一個就是可以到國外 去帶小朋友 就是SummerCamp的東西 就是有點像打工的感覺 但就是很小巧的互動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省情少了 然後就是中文英文面試都過了 所以後來的那一年 美國的簽證好像有改變吧 然後我就原本7月要出去了 然後2、3月的時候得知說 不能出去了 然後我就整個超難過 就是瞬間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就是準備得很多 然後你就會覺得我努力了好久 為什麼我就這樣沒了 可是後來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說它一定有它的意義呢 因為當你在準備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無形中已經幫了自己很多了 像那時候我準備在YMCA 我就寫了很多英文的履歷啊 寫了很多就是跟英文有關的 所以其實我後來再回頭去想 其實我還是蠻感謝有這個經驗 可以讓我去提升我的英文 對 這樣還蠻重要 然後接下來是 不會不代表你不能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可能現在都會覺得 有點不敢 因為大家都會說 跨出舒適圈什麼的 然後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我可能不會 那我就不敢去嘗試 都不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不會不代表你不能去做 我就不會都不能 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那 因為我在就是 像是大事上的時候 我們老師就是找我去創辦 我們學校的語音交換 那其實那時候 因為也沒有到很好很好 可是我就覺得 這機會來了就把握 不會不代表你不能 那你就要勇敢去做 然後去做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 你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像是我就去主持 我像建篩 然後就用英文 突然講覺得 欸這其實還蠻厲害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你會 只是你不敢跨出那一步 等等 然後 接下來是黃色區塊 就是學著轉化心境 有沒有說呢 然後就是我在外面另外參加一個 就是叫做TBSA的培訓 然後他是在培訓企劃 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人下當幹部 可是我當的幹部 他的那個職位內容 是 要處理跟人 處理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從不想當的啊 然後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說 好那我要繼續做 還是我要離開 然後後來我就學會了一件事 就是轉化心境 就是當你在做你不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也可以擺爛不做 但其實事實上 你出社會工作 你不肯這樣子啊 所以 轉化心境的結果就是 我就試著去想說 好那 我就轉化一下心境想說 欸那我在這個職位場 我是不是可以學到別的多東西 或者是我去創造一個我喜歡的東西 像我在就是去年任內的時候 我就去創了一個 算是邀請所有歷屆學長界過來的活動 因為我喜歡辦活動 所以我就 我就會利用這個職位的 就是一些權力 然後我就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 我自己也很開心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我沒有 如果我那時候沒有轉化心境的話 也許我就走了 可是我就少了一個半年可以在這邊學習 或是認識學長界的機會 對 然後最後是 老天爺關門一道門 一定會為你看起另外一扇窗 不過你忘記是不是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就是真的很中肯 因為那時候我大三下在申請實習的時候 其實我投了蠻多的 像是 一個藥草實習 然後還有 公關公司的實習 然後我也有去面試 總共面試三四家吧 然後其實兩 有兩三家都沒有上 然後最後就是我 就是有上了微軟的習性 然後那時候我感覺就是 不管你在做 嗯 就是你在努力爭取情的事 就是 真的不要放棄 因為你一定要努力到最後的課 然後你會發現 老天爺真的會 會你看起另外一扇窗 就是真的 大家就是 掉了幾次 努力加油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超棒的 就是 欸 我可以讓你幫我拿 好 就是三杯水的故事 有人聽過齁 有人聽過嗎 你也太棒了 就是啊 什麼叫三杯水呢 假設現在 我有三個杯子 其實我要說的是 坐在 就是現場沒的人啊 也許 你就像一個 一號的杯子一樣 可能 沒有什麼水 那杯子會裝水嗎 你可能 沒有什麼水 可能你沒有很多的經驗 或是你還在摸索階段嗎 那第二杯水就是 你可能已經裝了半杯水 半杯水可能就是 你可能已經有一些些活動經驗 然後還不錯 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那有些人可能已經是 這個 好 三 就是滿杯的水 你可能已經活動經驗 非常非常豐富了 那可能每個人 你就會想好 你自己是屬於沒杯水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就是我想要 想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 今天如果 你是滿杯水的人啊 你也很滿的啊 那 你覺得你怎麼樣 可以獲取到更多的水 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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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倒掉水 倒一點 給別的杯子 換到 對了 好 我要講的就是 倒給別人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 就是 你把水倒給別人嘛 別人是不是就變多了 然後雖然你變少了 可是你又可以得到更多的水 那我要講的概念 其實這個焦點的概念很像 就是 這不是對 不是自動性行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很簡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這個概念真的很好 就是 當你把水 倒給別人的時候 然後你才同時有更多的空間去 得到更多的水 更多的經驗 所以 剛剛有人說倒掉 你可能倒去 可能開水扣什麼 就是 很浪費耶 那 你在就是就是我要講 就是其實你在分享 你不僅讓別人變得更好 同時 為什麼又可以讓自己獲得更多 因為你把水分享給別人 你就有空間裝更多水 對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理論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是也可以傳出去 就是 還滿有 我自己也很喜歡 對啊 那如果要形容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不乏 然後我們家也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很多的鮮 然後也不是什麼明星學校 然後也沒有背後 各種習慣康大師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些都可以走後門什麼啦 都沒有 但是 就我希望是用剛剛自己 就是簡單快速就是 告訴大家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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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 你們真的都只差去跨出那一步 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只能不要為自己跨性 就是我那種平凡都可以跨出去 你們一定也可以的 然後 最後 最後有 這個是我之前 這就是在微軟分享的時候 有人講的 就是 就是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說 我覺得就是不管誰 就是可能很偉大的人 他其實也很平凡 那 我們可能願意做的 就只是多跨出那一步 所以我想要說 我可以 你們也可以 然後一定要相信自己 然後還有 把握你們的原點跟初衷 對 就這樣 謝謝大家 我是做那個 行銷助理 對 行銷助理就是做 我們部門是做那個 競爭對手 就要研究 然後這時候又要再跟大家 勉勵一句話 就是 就是不要想說自己不會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 就是在職場 就是做中學 學工作 因為在大學學的東西 真的不一定在職場上 都用到 或是職場上會用到的東西 大學不一定學不到 就是 大家一定要把握做中學 學工作這件事情 對 畢業後有什麼打算 畢業後嗎 今年畢業 對阿 就是先直接工作 這是到什麼方面的 我覺得應該也是會有 就是也是行銷的方面 就好多人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文言言就算 但是我覺得 就是大家 就是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 像我就是 不喜歡他一直念 就是我覺得我有點過重 所以我知道 就是我覺得 我是需要出去磨 就算真的很壓力很大 其實我現在就是 在微軟時期 像我明天要動作 我現在就有點欲阻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有壓力才會有成長 對啊 安逸 就是會帶動 那 像你實際 如果像 你是想行銷 那怎麼 會想去草藥 那種 草藥 草藥 比如說你還去什麼 沒有 那個藥草是那個 不知道大家知道 對 就那個草藍 他的行銷也是 他的那個實行 也是跟行銷 對 我覺得 有找這一方面 所以那如果我行銷 我是 我去實行 我是零經業 所以企業 也會採大 我覺得應該是看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 就是 記得去累積自己過去的一些經驗 因為 因為 GP進企業 他要實行生 他一定 你還是要保護得到他 今天如果你說 你什麼都不會的話 那 呵呵 你懂啊 對 就是 還是要為自己累積一些相關的經驗 請這樣 大家交點行銷 哈哈哈 呵呵呵 他應該是上 哈哈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後面領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後面領錢 哈哈哈哈 現在大家沒有問題 他人獨有問題 可以再試去 因為我等一下就要先走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